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细腻的奶黄 里面的馅料也有拉丝的小果 口感很丰富 让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拔丝草莓奶盖红味的月饼 中间草莓酱的鲜甜搭配上奶盖浓郁的奶味 这个组合属于不会出错的搭配 喜欢草莓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随着时代的变迁 创新月饼层出不穷 融合了各种新颖的口味和元素 不仅满足了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也展现了月饼文化的适应性和多样性 创新是那个理念嘛 构法那个六人 那个是四方的果仁 不是中国传统的果仁 传统的是五人啊 豆沙啦 莲蓉啊 对不对 现在创新很多奶王啦 榴莲啦 咖啡啦 吸引到一些新的年轻人 要论最经典的美心月饼 非双黄白莲蓉莫属 如何品尝这款月饼才能竞享其美味呢 让我们听听月饼制作部的专家怎么说 如果这个月饼你们今晚拿回隔一天吃呢 你会觉得饼不好吃的 因为那个皮很软弱 我们全部都在讲到月饼有个熟食的方式 皮打了七天之后 我们都会回油 那个皮呢 那时候呢 就刚刚的 就是你在市面买的那些呢 是重复多些皮的 一个普通的饼饼呢 可以大概中火焗一焗去三分钟 那它叶花就更加好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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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